就是準備剝乾豬去浸浴 因為原價每人是1500日圓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免費浸浴 不過這個很划算 是 這次影片同樣是Chef Sharp VPN贊助的 大家記得要注意網絡的安全 你可以用VPN上網就安全很多 就可以隱藏到自己的身份 就沒那麼容易被人追蹤到你做了什麼 想過什麼的網 或者你留過什麼的意義 所以VPN基本上是香港人必須的工具 除了安全性問題之後 其實VPN還可以幫大家看到不同國家的影片 轉到日本區VPN之後 就可以看回日本區的Netflix的節目 例如南風雪新、小丸子 這些是最適合給大家看的 尤其是現在疫症時期 大家除了HOME OFFICE之外 還多了很多時間留在家 大家在看Netflix的時候 又會有更多的選擇 Chef Shark是市面上非常便宜的VPN 現在有一不折的優惠 而我們的觀眾還壓下了3個月的免費 嘩!真的很便宜 每個月都是美金1個763 還有一個戶口可以無限的裝置使用 真的非常之划算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下面info box 點擊網址 申請 還有記得輸入獨家優惠 Kiki Mei 我是Kiki 我是Kiki Kiki是Mai 隨意去飛 好!今天就是窮遊的第3天了 我們現在已經身處在品川站 就是因為要買一張PASS 去一個地方就叫做華蘭衰學 280元 不是呀!比於錢 應該已經停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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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ki 對 呀! 多兩張 你想怎樣? Mate 你知道人家的小孩嗎? 對呀 叫他小孩 好 我們就順利買了一張PASS 就是這張 不知道叫什麼還需項目契套票 因為一去到品川站的時候 就算用我的Subway PASS 其實是不包的 我們怎樣都要多給8.4日圓 是來品川的車票 這個套票剛才也說過分三樣東西 它分開A B C三個券 A就是代表來回的交通 即是你去華衰賀的時候 你是逐個站下車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華衰賀回來的話 你就要直接回來 即是你不能下車再入票 不然就會吃了那張票 A B C你搭去C的站 然後再回去B 那它就不可以的 回來的程序是可以由C直接搭去A 對 沒錯 不然你吃了那張票 你就蝕了交通券 交通券那方面 其實它還包在那裡的巴士 大家都可以在那裡搭巴士 好 講完A券 那就要講B券 B券就是一張吃夜的券 其實那裡有十幾間餐廳 我們已經決定了吃什麼 C券就是一個景點的入場費 但是你要選哪一個景點 都是要經得心思熟慮的 那我都已經選了 為甚麼呢 因為有些景點有幾百日圓的入場費 那就很虧了 那我選的景點是要千幾二千日的入場費 那就賺到盡 不過有些交通有點偏遠 好可憐 搭了大約半小時 終於到了 好冷啊 這裡 這裡冷很多 對 這裡冷起碼兩三度 好可憐我只有很多衣服 現在正在去一條叫老虎通的地方 老虎通 環衰賀是一條很出名的商店街 它賣的東西是很有特色的 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通常來環衰賀 主要都是吃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叫做海軍咖喱 第二樣東西就是漢堡包 這麼愛國和美式的東西 主要是因為環衰賀是一個美軍的基地 而且以前都是日本海軍的重地 因為咖喱容易煮 營養又多 所以海軍是經常都吃咖喱的 就大約走十分鐘而已 你看到這些街都是比較小區的 沒有東京的那些飯環 好痛啊 好像香港的舊商場 這條不是老虎通的 經過幾個美方軍人 我心想來日本就爽了 這條是幾乎每一條街 都有很多軍人在逛街 真的有很多美軍 沒錯 現在其實就是這條老虎通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早一點 所以很多都未開門 這條通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好像說用美金給錢都可以的 而且這條街是比較美國風一點 這個外套有很多次秀的 那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次秀外套呢 就是以前的美軍 就想將自己的海軍外套 加上日本的特色 所以就會變成現在這樣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美國海軍外套風格 Crossover 這個日本刺繡工藝 沒錯 那這個就成為了他們的美軍的手信 很特別啊 這些文化 其實以前都曾經流行過這些刺繡外套 因為它是飯源自還需賀 所以這些外套也有一個 就叫做還需賀外套 那還有你現在看起來 其實它會把很多現代的文化都會混進去 譬如我們剛才看到火影人借 還有看到阿童屋 還有這條街都很多叫還需賀外套 好 我們先進去吃東西 其實只有在旁邊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 Jerami Korean Grill 就可以用我們剛才那張B的券來吃東西 那主要可以選擇兩樣東西 分別是咖喱和韓寶 用這張B券呢 其實只可以吃兩款的食物 第一款就是這款咖喱 第二款呢 就是這款韓寶包 就是華盛頓的韓寶包 我們就叫了這個咖喱 其實它包了一杯奶 很搞笑的 因為他們以前的海軍營養豐富 加一杯奶是最營養豐富的 所以它會有一杯奶送來的 這個Burger餐呢 它是包了東西喝的 那兼且呢 我們就欠心點了200日圓的薯條 那其實現在這裡呢 都是有Trump Burger 那以前也有奧巴馬 所以很搞笑的 這個是他們的小小特色 那... 會不會奶送了我們 日本奶 很好喝 我想說它這隻很大支 很美味的風格 我們那個套餐來了 對 我就是咖喱 咖喱就是韓寶包 這個咖喱超級香 哇 那種味道很高 但咖喱剛剛試完之後 她說是一點都不辣的 是偏鹹一點的咖喱 日式的咖喱可能有點上前 我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很特別的 啊 這個韓寶包好吃啊 這個韓寶包很有牛味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韓寶包吃下去 感覺呢 你不會覺得很肥 因為它的蔬菜都很厚 其實 對 這樣吃下去呢 其實是真的好吃的 有蛋 煙肉 芝士 漢堡 洋蔥 番茄 山菜 還有這個的包 哇 真的很豐富啊 這個真的好吃 好吃的咖喱 咖喱就是一個普通的藥術咖喱 我覺得都不錯的 哦 是啊 美甘啊 是嗎 咖喱的餐廳 還有呢 買家具的地方 它全部都是很美式Style的家具 今天是行日 所以很多店鋪都沒有開 這就是我們一本 看到最多英文的地方 真是 到處都是 飲食文化 我們看到一些越南水 意大利pasta isa 連樓的樓都是用英文 例如pulse agency 我們走了大約10分鐘 終於就到這個三粒公園 為什麼要來呢 就是因為這裡有一架戰艦 就叫三粒戰艦 那呢 它就1900年已經下水了 那就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一架戰艦 世界三大紀念藍之一 那來得這裡就一定要過來 因為這裡也是其中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那就純粹大家過來看看 還有它說是一個美軍的基地旁邊的 有時候都會看到美軍的船會經過的 這架戰艦已經廢棄了 現在就變成一個參觀的景點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備前進去看 但我們只在外面拍照 沒錯 我們上了724這個車 我們去下個本地 可以用那張pulse agency睡 我們剛才搭了大約半個小時的車 就過來這裡了 這裡有兩個景點 有一個景點就是做spa 另一個景點就是美術館 這兩個景點 我們那張pulse agency 絲券其實都是包的 但美術館其實幾百日圓就能進去 但這個spa要用千多日圓 所以我們當然會用絲券在spa 而不是在美術館 就能看到 這個美術館應該是不認得上的 我們先上去買了票 再看看情況是怎樣 這個美術館很漂亮 全洞美術館都是玻璃 而且對著海岸線 這個鏡子真的很適合力 這個美術館是310日圓 對韓國幣就二十多元一次要進來 好划算 好划算 謝謝 現在就進來了 以前這裡是不能拍照的 但因為太多人要求 所以館方就允許了某些區域可以拍照 他就會給你一張紙 告訴你什麼區域 最主要是一進來那個大堂 我都可以拍照的 還有二樓有一個小區域可以拍照 在鏡頭前的面前 我看過眼前的眼前 我看過眼前的眼前 有什麼遠遠的東西啊 看到哪一邊啊 看到有一個軍艦 軍艦 是呀 不要嚇我啦 神經病 你看到有些精器都看不見 你看到直升機經過 你有那麼誇張嗎 有直升機嗎 有啊 你看看就知道 Kimi to no love story それは予想通り いざ始まれば 2 hours later 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って 結局 ただの観客だ 感情のない I'm sorry それはいつもと 我們在裡面逛逛逛逛逛逛 兩個多小時 因為太舒服了 裡面的布置很簡單 白色牆、木地板 空間很大 而且人流入很多 很少人 基本上只有2、3人走 所以人的感覺很舒服 好像洗滴心靈的感覺 美術館就是這樣 所以美術館只有兩層 不算是很大的美術館 但感覺很舒服 可以慢慢的欣賞畫作和藝術品 我們現在向著下一個目的地 在這間藝術館的對面 就叫做SpaSso S-P-A-S-S-O 我們就過去享受一下 然後我們就應該回東京了 快點去脫衣服 現在幾個度 好像六、七度 不過裡面也是拍不到照片的 我們現在拿著我們的鎖匙 還有這是一個浴巾 準備磨乾珠浸浴 因為原價每天是1500日圓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免費浸浴 也很划算 那我們就進去吧 我把照片藝術館藝術館藝術館 一小時後 我們浸完了 好熱喔 超級熱 我那邊先說室內 它就是有三個池 一邊就是普通的清熱水溫泉 另一邊就是加了硫磺的熱水溫泉 就是兩個不同的溫度 一個就是40度 一個就是42至43度 最後一個就是露天的浴場 可以讓你放在這裡 有很多個位 另外有兩個限定 就像古代人的乾水一樣 有一個桶 你可以自己獨擺一個桶 那桶是超級熱的 是最熱的溫度 是43至44度 那我也有幸去坐一下 但真的熱到瘋了 我想說 浸了5分鐘已經受不了了 是感覺到那些汗在頭上流下來 我想說我們是出道率 兩個都紅了 那我那邊呢 除了有一個浴池 有一個大的按摩池 另外有四個獨立的按摩池空間 一個桶 四個 按揉它就會按摩 這麼正喔 為什麼是沒 Trick 另外有一個 Cooling Room 無而負拾度的溫度 你進去就好像很冷很了 另外還有蒼拿房 這個就好了 我實在很熱 就知道我自己什麼 就好像在你旁邊的地方 歌行李充冷 好誇張 只有蒼拿房 因為有蒼拿房,到 Marie還加自己 害怕暈 真的假的 然後裡面的那些是全部用POLA的 POLA的洗頭水、化妝水等等 是不是?你也是 我不知道,我覺得這裡有很多牌子 是嗎? 我覺得有不同的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很舒服的 真的很舒服 而且人流也不少很多 不過最爽的就是按摩器 就很爽 那我們就準備走了 回到東京那邊 我們已經過了半小時的車程 終於來到環衰賀站 準備回東京市區吃晚餐 我們現在就回來東京 就是來吃一間 基本上我們每次去東京都會吃的東西 尤其現在香港經常都吃不到的東西 沒錯 就是松屋 松屋有一個優點就是20小時 加上它的價錢一點都不貴 是絕對適合窮友的 我們現在就進來了 我們就叫了一個 蔥花牛肉溫泉蛋當 基本上我每次過來就是吃這個 就是490億 這個餐 不用加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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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野家 Sukiya 還有松屋之中 三間最好吃一定是松屋 這一間這麼不幸地 就是香港沒有的 是 其實它都是100%日本米的 我們很喜歡吃這個 蔥花溫泉蛋牛肉湯 它的溫泉蛋 真的剛剛好 它不會太熟 我覺得它的牛肉的份量 真的挺多 現在不會很沽寒 我覺得雄油來說 這一間真是又底色 又符合我們的標準 蔥紅夠多 它混在一起真的很好吃 比本身的牛肉湯更好吃 它從屋特製的胡椒粉 再加上七味粉 混在一起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已經完美了 是啊 真是 今天都完結了 今天我想說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一浸完肉之後 嘩 它好像是 新鮮的 我覺得我們 暈倒了 是 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comment like 和share CLS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響鐘仔唱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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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